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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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佛法》里面我们常常见到的 四摄 摄就是摄受众生 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借引众生的意思 如何能够引导大众来说佛 佛教给我们四个原则 这个叫做四摄法 四摄里面第一个是不失 第二是爱与第三是立行 第四是同事 这个地方不失的意思 就是与众生以恩惠 常常施谁些小惠 这个感情 感情慢慢就生后了 那么他给你有感情 你介绍他佛法 他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用这种方法 所以这个不失的目的 跟六度里面的不失不一样 这个就是跟人家借感情 借恩惠 所谓的是心以欲勾勤 后令入佛之 心让他心灵生欢喜 对我们产生很好的感情 然后再把佛法介绍给他 这个方法非常有效 这个我自己深深体验 我最初是佛 是一个朋友 介绍我认识张家大使 那么张家大使一直对我 我们今天杜四设法 才恍然大悟 他完全有这些方法 使我们对他 产生很深的敬爱之心 我们对他尊敬地喜欢他 那么他对我们初学的人 很关心 那时候他嘱咐我 每一个星期天 到他住的地方去 青天节八号 他住这个地方 如果有一次 两次没去了 一次就一个星期了 他会找人来看我 问我为什么没去 是不是生病了 还是有别的原因 这个越未老 越安慰 使我们就不能不去 像这些都是说于不实力 第二呢 是爱语 这个爱语 就是对他真实爱护的教导 我们不要把他看作是对方喜欢听的 那就错了 不见得是喜欢听的 但确确实实是对他很爱护的 教导 这个教导 要有很深的爱心 真实诚恳的爱心 还要有善巧方便 才能够有射受的力量 这个射就像磁铁锡铁锡铁锡铁一样 它能够把你锡铁锡有这么一个力量 所以叫做射 这个四种运用的很巧妙的时候 能受到很好的效果 第三是利益 所有一切的行物业 绝对是有利益的 这个于自己没有利益 谁愿意去修学 所以这个特别是初学的凡夫 就是世界人 对于利益看得非常重 如果这里有利益真正的好处 有利益可图 它就很容易来修学了 这个对初学的方法 这个第四 这个第四 四学法里面 大概像我们一般人前面三种可以用 后面这一种自己必须要有高度的智慧 要有很深的定力才可以 否则的话一定会失败 同事 他喜欢做什么事 我可以跟他一起去做 如果你想借赢的这个众生 他喜欢打麻将 你也天天去跟他打 他喜欢跳舞 你也天天去陪他跳舞 如果你没有定力 你不但不能赌他 你马上被他赌跑掉了 那么这种情形呢 自古一来就有 现在就更多 这个出家的法师被在家信徒都跑掉了 所以这个同事不能够轻易的去有 这些大菩萨们 接应众生们用这个方法 我们看到 这个华严精特别像 善菜童子五十三餐 那个几乎都用这个方法 你比如说这个喜欢打麻将 菩萨打牌 那都有神通 那哪里会输钱 那常常都赢 使你这个跟你在一起打牌 对你佩服得不得了 你这个本事从哪里学来的 我从佛法里学来的 在斗路里学 所以你一个跳舞 跳舞也是第一个好 从第一个优势 那人家都比不上你的 你都从哪来的 我都从佛法里学来的 用这种手法的时候 把他引诱到佛门里面来 所以这个是同事 是借引众生最高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个叫做四学法 这是佛教导菩萨 用这四个方法来设受一切众生 不仅是介绍俗修 可以说佛对于等着菩萨 也离不开这四个原则 他才能够教化一切众生 这个六度呢 是属于菩萨的行法 也就是属于菩萨 是觉悟的众生 在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 古代的行法 翻作大道心众生 心仪呢 这个心仪就是玄庄大使 玄庄大使以后的翻译叫心仪 以前的叫古矣 翻译为这有情 就是觉悟的有情众生 换句话说 他那个情呢 没有完全断 虽然有情呢 他觉悟 他不明 这就叫菩萨 那时候佛呢 佛没有情了 情完全化成智慧了 所以诸位晓得在大乘佛法里面 智跟情是一种事情 觉悟了 情就变成智慧 迷了 智慧就变成感情 变成智慧 所以就是居民 那么一个居民 那么一个居民的人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待人居 一定是遵循这六个原则 遵循了这个六条 这叫六度 六度 度的意思 是说 从我们 生死轮回的这边 度到不生不灭 大涅槃的那一边 你用这个六种方法 就可以达到 从凡夫 度到圣人的境界 我们一般讲 超凡若甚 到这个境界 那么这个六条呢 我想就不必写了 大家都知道 第一个是布施 词的布施 跟四摄法布施 名词是一样的 字也是一样的 那个意思 不相同 这个四摄法里布施 是跟众生借一个山源 借一个欢喜源 目的在此地 那菩萨六度呢 这个是真正要度自己 所以六度不是度别人 是度自己 自己 这个烦恼的根 主播要想的 是坚贪 坚贪是烦恼的根本 虽然呢 佛家家烦恼很多 四红试验里面说 烦恼无尽试验段 真的是无量无边的烦恼 那么这些烦恼 要把它归纳一下 这就叫八万四千烦恼 这个八万四千有数字 这个无量没有数字 归纳成八万四千 八万四千烦恼 在佛门里都能够查得到 确确确实实 给你讲的是八万四千条 那是真的 不是随便说的 确实是八万四千条 那么我们在一般教学里头 如果这样 庞大的 琐碎的数字 我们会学得很严烦 于是乎 这菩萨们再把它归纳 那么到天清菩萨 把这些烦恼 总共归纳成二十六大类 那就好讲了 所以一般在教学当中 研究当中 都是以这个标准来说 这个二十六大类呢 有六个叫根本烦恼 二十个叫随烦恼 这个随烦恼里面 又分了大随中随小随 总共是二十个 所以这就是二十六个烦恼 我们八成佛法里头 常常说的 那么这个二十六 再要归纳的时候 实在讲 就是六个根本烦恼 六个能不能还归纳呢 当然可以 再归纳了就变成三个 叫三毒 三毒烦恼 这个三毒就是贪嗔痴 六度法 度什么呢 就是度三毒烦恼 我们自己有三毒烦恼 用这个方法来对质 换一句话说 三毒是病 六毒是药 希望我们用这个药 把我们自己的病除掉 所以这个大臣断烦恼 比小臣实在来的高明 大臣就用这个方法 不失是度金贪的 贪嗔痴 他是专门度贪的 实在讲 贪是一个根本的烦恼 就是三毒再归纳 最后归纳一个就是贪 这个贪要是拔掉了 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菩萨修舌的方法 没有别的 就是不失而已 这个我们不能不重视 不能不认真地去学习 不是什么 血 不是就是放下 我们的大病 就是不肯血 不肯放下 听到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 也有一点体会 多了也很欢喜 实在是自己做不到 就是自己不肯放下 这个就自己修舌 不能成就 不肯放下了 换句话 我们的心就不清净 心里面有一丝毫东西 在里面 就是章门 六足讲 本来无忧 我们现在心里面东西 太多了 千长挂肚 胡思乱想 太多了 到什么时候 你能把它通通都放下了 那就圆满成佛了 菩萨的阶级 八成法里面给我们说了 五十亿个阶级 阶级从哪来的呢 可以说 是他放下多少而分的 他能够放下的多 菩萨的地位就升高了 他放下的少 他地位就低了 就如此而已 所以一定要放下 佛为什么要我们放下呢 因为我们真如本性 本来清净 本来无忧 所以放下是当然之力 应当要放下 那么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要真正去学习 这个学习就是修行 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 我们错误的行为 就是吝啬 这个贪得吝啬 样样样执着不肯舍弃 这是我们的硬根 我们今天明白了 觉悟了 必须要把这个观念 把这个行为修正过来 这叫修行 可是我们毕竟是反复 这个习气是无时戒意来养成的 是一下就放下 那谈何容易啊 所以成佛要三大二神七戒 一点一点放到三大二神七戒 才统统发完 这是成佛啊 这是佛在一般经上说的 华严经上说成佛需要五量戒 不止三个二神七戒 可见得这个血干净之难啊 太难太难了 虽然难一定要做 更希望的是加速度去做 从什么地方做起呢 从我们心里都最爱的 最不容易写的从这里下手 因为最不容易写的能写 那其他的就比较容易多了 这是个好方法了 我们在生活当中 哪一样东西是我们最贪恋的 最不能放下的 我们从这一点下手 我那个时候出修佛的时候 张家大师就教了我这一招 我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的是书本 读书啊 我对书本实在讲也很吝啬 吝啬到什么程度呢 我的书不借个人看 为什么原因呢 他们不爱习书 我自己的书读了好多年 翻开了还像新帝一样 那么他借去的时候 那个书的时候保管得不好的时候 几天的时候 这个已经结业了 那个已经弄脏了 我看起来就非常难过 因为早年到台湾呢 台湾有很多的书籍买不到 我还从大陆带了一些书 到台湾来的 很不容易找到的 不像现在 现在台湾书籍太方便了 许多的很珍贵的东西 就在台湾读书完了 那么就开始学布诗了 我这个书慢慢就可以见个人看了 弄脏了 这个心痛的成分逐渐降低了 这个就是进步了 最初老师叫我们要布诗 我们有别的嘛 就是图书 喜欢书的人 我把我念过的送给人家 旧的送给人家 新的要留到 慢慢进步的时候 别人要的时候 可以把新的送给人家 旧的直接留到 这都是进步的 这都是进步的 过程啊 难学难学 那么我那一点点 这些藏书通通都送光了 我那个出家的英年就成熟了 这些事情都被张家大使料中了 他叫我学武师 叫我学六年 因为是我第一次见他了 他教我六个字 我教你六个字 你回去好好地做六年 这六个字呢 看得破 放得下 就这六个字 我就问他了 从哪里下手 从布诗 从布诗下手 所以我这个布诗了六年 心地清净 这个坚贪之心的时候 那减少了许许多痛 心比较清净 这个时候 隐约就成熟 布诗通常把它分作三大类 这个三大类 第一个叫财布诗 第二个叫法布诗 第三个叫无微布诗 这个三大类 不是有这个三大类 财是财物 这个金钱是财 所有一切物财 所有一切物财 都是财 都在这个范围 这个是一切众生 所贪求的 这个世间哪个不财呢 所以在布诗里面 把它列入第一条 一定要能够诗 世间人求财 而不知道财从哪里来的 实际上 实际上 每一个人 一生 我们中国人讲 有奴命 这个路 就是享受 所谓是落尽的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他有一定的路面 就是你一年当中 你有多少财富的收入 都是一定的 主要是细细的去念了凡思讯 你就明了 那个真正高明 像那个了凡思讯 原了凡先生 遇到这个孔先生 那个算的 算得真准确 每年你的收入 一直把你算到 死亡那一天为止 所以 人既然一生 什么都是命里都定的 你想多求 求不到 你想不要 他自然会来 来的时候 恰如其分 多一点也不行 少一点也不行 所以 原了凡先生 明白这个事实 从自己 几年当中 年年 去观察 他果然没错 每一年所说的 所得的这些果报 跟命中注定的 完全相符 于是乎 他所有一切妄念 都没有了 我想也想不到 一生都是命 半顶不由人 心烦而定 跟云古禅师在禅堂 做了三天三夜 不起个念头 三天三夜 不起个念头 这相当不简单 所以云古禅师就问他 你很了不起啊 通常一般人走到 这才问他 怎么用功功夫 他回答 我一生命被空心算定 我打妄想也是空 所以就不打妄想 云古禅师听了 哈哈一笑 我以为你是圣人 原来你还是个凡夫 然后教个他 改造命运的方法 确实是有 命是自己造的 自己享受 自己造的 自己当然可以改 所以你懂得理论 懂得方法 你就能改造命运 这个廖凡思讯里面 对于改造命运的方法 理论都说得非常详细 所以想改造自己命运 想要晚年生活得更美满 更幸福 廖凡思讯足够了 从财不失 得财富 所以财富是因的 财富是果报 我这一生财富不多 虽然不多 我生活能够积极 我以多余的尽量去布施 越布施 你所得的财富就越多 就这么个道理 越不肯不失 你命里头那一点财又完了 就没有了 又完了又静了 没有了吗 人也就忘了 落尽人忘 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呢 就不怕自己采用不足了 那么布施 诸位一定要明了 不要自己发的好心 我们那一点才被人骗去了 后来不但得不到好的古报 反而得的是卧报 那就亏据吃大了 怎么说得了卧报 被人骗去 人家拿这个财富去做卧司 他是罪亏祸首 我们出钱出力是帮凶啊 虽然谈不到罪 但是我们有故事 他造的是罪 我们造的是过 所以 这个布施 佛家常常讲 父天 你要认识 真实的父天 这个财要种在父天上 要真正种在父天上 那么哪些是父天 第一个是父母 一定要效养父母 这是父天啊 第二个是苦难的重生 在遭受苦难的重生 或是病苦 或是意外的灾害 我们见到了 遇到了 帮助他 第三个是三宝 第三个是三宝 三宝就是佛门 三宝对佛庭 要用现代的话来说 光大教学 把佛法的教育 推广 这个是真正的佛庭 如果不是推展佛教教育 光大佛教教育 那就不是真正的佛庭 我从学佛以来 我在三宝里面做的事情 很多 我怎么个做法呢 我没有去盖庙 我是印经 这个印成经典来布施 这个我想这是真正的佛庭 没有什么留病 假设我这个书 有人发现 在台北市救书摊里头 有卖我们印的这书 人家来告诉我 有很多人在那里请书 拿到救书摊去卖 我说也好 只要有人买就好吧 决定不可以说 因为有人拿到我们书 到救书摊去卖了 我们就不印了 那就大错他错了 这个是没有妨害的 印书赠送给需要的人 帮助他们学佛 帮助他们了解佛法 这是好事情 最印尽 那么现在呢 又有录影带 还有录影带 那我们用自己这个金钱 来做这些事情 去布施 去帮助别人 这是好事情 这是好事情 另外 我在台湾所做的 放生 救济病苦 看到有病的人 需要帮助 我们赠送他医药费 我这个布施 是以这三个为重点 在美国 放生比较困难 美国人爱护动物 很少杀生 不像我们台湾的中国人 杀业非常之重 这个放生 是属于无微不实 不伤害这些动物的生命 是属于无微不实 这个印经 以及今天 我们做这个录影带来布施 这是我们做的最多的 几乎 百分之九十 我们都用在这上面 那么这个做法呢 实在讲 三种布施都居足了 我们印书要切 这是蔡布施 印出来这个东西 是经典 是善书 纵然不是经典 也是劝人为善 印的善书 那么像这几年来 我们连这个儒家好的东西都印 像四书我们就印了好几次 这个古文呢 以及名人的 这个笔记一类的 能够劝善归故的 我都印 像这个吉小兰的乐为草堂笔记 我都把它印出来了 这都是这么做 所以它内容是劝善 是佛法 那么那是法布施在里面 接受经典善书的人 他常常读诵 他能够明白这些道理 心安理得了 帮助他解决许多困难的问题 这就属于无微布施 所以这个印经的三种布施 同时去做 所以这一桩事情 把这个布施就做得很圆满了 可以能够三种果报都能够得到 财布施得财富 法布施得智慧 开智慧 无微布施得健康长寿 所以这个三种布施得这三种果报 那我们这个世间人 他要财富 他也要聪明 他也喜欢健康长寿 可惜什么呢 不懂得方法 如果他懂得方法 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许 他心愿当中 这些殊胜美好的果报 一定可以得到 这个方法 包括的范围很广 法是理论与方法 别人不懂 我们可以教给他 我们可以教给他 传授给他 这叫做法布施 无微布施 无微布施 佛在一切经论里面 常常教给我们 菩萨 菩萨形里头 这是列在第一个空 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的目搜寻 他的目搜寻 我们无世界以来 这不好的喜气 贪爱 吝啬 他用这个方法 把他断掉 用这个方法 将这些毛病修正过来 这个是布施的大意 所以布施对自己 有一定的利益 有真实的利益 这许多人不知道 真正可惜 人 每一个人 在他一生命运当中 世间人常讲 我们命运是五年 转一次运的 在一生当中 一定有最好的五年 也有最差的五年 但是 那么最好跟最差 那究竟在哪个五年 每一个人的命就不相同了 如果说是好运在少年 这个坏运在晚年 那就非常可能 我们虽然有命运 是在讲 这个命运 好运跟坏运 确实 可以自己 去调整 这个要知道 当我在一起顺利的时候 这是好运 好运当中 我不享受 这就调整 希望把好运 调整到晚年 再去享受 那这就是很聪明的人 万年体力衰了 精神也差了 行动也不方便了 有福 就是有人照顾你 有人伺候你 这个是真正下福啊 所以福报 不要在年轻的时候 想掉 财富呢 不要在年轻的时候发 年轻的时候发财 怎么办呢 不是 多多的去试试 做这些慈善公义的事业 做这个事业 你把财捨掉 财捨掉 你命里的那个财还在 不是学了就没有了 还在 希望到晚年的时候 再发 这才叫真正聪明人啊 晚年的幸福 是真正的幸福 所以这个好运跟坏运 可以随着自己来调整 你懂得这个道理 晓得调整的方法 自己能够调整 胡宽更能够修持 是你 是你这个 福德 天天在增长 没有福 晚年的福报 有福的人 福报更增上 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来修 第二是持戒 第二个科目是持戒 那么持戒 不仅限于大小城的戒礼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戒律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生活规范 我们自己一个人独处 佛法里面叫小城戒 这个独处 就是儒家所讲的 圣独 即使自己一个人 没有人见到 自己一举一动 都守你 都守规矩 绝定不放一 依然谨慎 这叫神度 这个属于小城戒 如中 就是我们跟大众在一起 应该要守哪一些规矩 这叫大城戒 这叫大城戒 所以大城是跟大众相处的 在佛门里面 小城戒叫比丘戒 大城戒叫菩萨戒 那么它的意义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守法 守礼 守法 所以戒律 它实在是包含了我们世间的法律 道德 风俗习惯 都包含在这一个枯木里面 因此舍佛的人 不仅要遵守 佛 这是我们的老师 对我们的教训 我们在任何一个地区 要遵守这个地区的法令规短 要遵守这个地区的 风俗习惯 道德的观念 我们统统都要遵守 守法 自然会被这个地方的人 所欢迎 为大众所接纳 那么我们在这里推行佛教的教育 就很容易 守法也包括在四舍法里头 那么这个识 堵住我 就是我们造作一切的物业 持戒的人不造我业 所以戒律的精神 只有八个字 诸我莫作 众上奉行 第三 忍辱 忍辱实在讲的 就是忍耐 这为什么 这个翻经的这些大德们 这个忍下面呢 他不用忍耐 他换成一个儒 换这么一个字 这是在中国特殊的环境 中国的古人对于儒 看得很重 我们读古书里就传念到 四可杀不可儒 杀头不在乎 侮辱不行 决定不能忍受 这些翻经的大德们 一看到中国人 把这个儒看得这么重 最后忍了 忍辱 儒都能忍了 还说不能忍了 那就一切都能忍了 所以就用了这么一个字 这个不是经典上的 这个本来的意思 本意就是忍耐的意思 那么人 这些事情呢 包括的就非常之多了 范围也很广泛 大臣经论里头 也把它归纳为三大类 第一类呢 是人为的侮辱 无论是 有意或者是无意 都要能够忍 人为的加害 第二是自然的 这个灾害 我们举个小的例子 夏天 好暑 热天 冬天的寒冷 这个都是自然的变化 我们要能够忍受 这个不是人为的 是自然的 第三呢 佛法 佛法的修学 要很长的时间 要有耐心 佛教给我们 许许多多的道理 许许多多的方法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修正自己的习气毛病 这不是一天两天 能成就 是要长时间的修学 尤其是像经常讲的 成佛要三大二生七节 你没有这个耐心 怎么能成功 所以对于佛法修学 要有很大的耐心 那么这个是属于忍辱 忍辱最主要的 是对治三毒烦恼里面的晨慧 贪嗔痴 忍辱度晨慧 经上也常说 一念称心起 把万障门开 这倒是障碍 所有业切障碍都来 所以这个学佛 忍辱是功夫 忍辱是功夫 我们一定要修学 经纲经上佛告诉我们 一切法得成于人 世间的事情 小四便有小人才能成就 大四便有大的忍耐的功夫 才能成就 所以小不忍 则乱大谋 那么这是时时刻刻 要提醒自己 要有耐心 第四个是精进 精进是对治懈怠的 懒惰 懈怠这也是 许多人的通力 一定要懂得对治 如果不懂对治 我们的成就 就非常困难了 所以一定要小得对治 但是对治 要讲求有效的方法 这个是别人帮不上忙 别人纵然帮助你 也是有限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 民主开放 大家都讲自由 讲人权 谁也不愿意干涉一个人 劝你一次两次 不听了 第三次以后 不会再劝你了 为什么呢 劝你记恨了 反而变成仇人 不会再说你的 再重新 真正读出 教导我们的 是父母老师 现在老师也不会读出你 父母也不会读出你 所以这个懈怠 是我们今天修学 最严重的一个大障碍 自己很容易原谅自己 不会原谅别人 他会原谅自己 这个麻烦就大了 那么自己一定要 想方法 什么方法 让自己能够 禁禁不下来 我自己是个过来人 我这个毛病也非常严重 老师 严格的教导 好 我们有时候还会骗老师 还给他打骂我 我在学校念书 骗老师的本丝很大 我小的时候 记忆力很好 所读的功课 我只要看一遍 大概就可以能背得下来 我有这个能力 因此在学校不念书 什么时候念书呢 考试前十分钟 那个时候是我念书的时候 考多少课 我把这个书翻一遍 这马上就应付考试 而且考试还一定竞争 我搭这个考试卷子 搭完之后自己算一算 够六十分的 赶快交卷 第一个交卷 六十分就够了 所以我不跟人家争名次 看书了 赶紧出去玩去了 玩重要啊 那应付老师 应付家长 我年年升级就好了 家里就没有事情了 我不会留级吗 年年升级吗 我在学校念书 是这么念法的 可是我很喜欢看书 所有的时间 那学校有图书馆吗 看书 图书馆里 几乎大半的书 我都浏览过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 常识很丰富 我读的东西太多了 骗老师容易 那这个懈怠 对质 到以后就想到 奖金 奖金确实 可以能够把这个毛病 纠正过来 老师一个人好骗 听众几百人在底下 不行 这个不能欺骗 所以初学奖金 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准备 我们在台上讲一个半小时 自己准备的时间超过三十个小时 那是一点都不感谢的 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 学精进 所以有人说 我说喜欢奖金 其实那都搞错了 我不奖金就偷懒了 就懈怠懒了 用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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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半小时 需要用三十到四十个小时的时间 去准备 那么过了一年呢 预备的时间就减少一半 大概有十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十个小时准备 讲一个小时没问题了 这两年三年呢 几乎差不多 讲一个半小时 有一个半小时的准备就够了 讲到大概第十年的时候 我一天的准备也至少可以讲半个月了 十年以后呢 跟诸位同修说 不要准备了 但是那个经要看一看 看什么呢 怕里面有生字 如果有生字 叉叉字叠 就干这个了 所以现在讲东西不要准备了 你们有时候打电话找不到我 我都在外面散散步 我就去玩去了 在一边散步一边也念佛了 所以这个东西熟了的时候熟透了的时候 无论什么今天的时候都不需要准备了 这个懈怒 真的是我们非常严重的一个毛病 这个毛病绝对不比贪嗔痴要弱 我想比贪嗔痴吃了的力量还要强 所以菩萨善根唯一精进 第五呢 第五呢是禅定 禅定 禅定 在此地我们用广义的说法 那就是心中有主宰 不轻易被外界所动摇 这个就是地 比如说我们在世间 我们在世间必须要学习一两种技能 用作谋生的工具 我们身体在这个世界 我们选择之后呢 我们选择之后呢 就能够定在这个地方 心就端了 能够专精 专情 你的事业一定出人头地 原因是因为你精 你专 专里面就会有智慧 所以第六个这是智慧 薄弱多于吃的 智慧从哪里 智慧是从定当中来的 佛法也是如此 在许多法门当中 我们也要专设一门 这叫定 这叫定 定于一 那就对了 纵然自己能力很强 同时可以修学 十多个空 就是能力很强 就是能力很强的人 如果要有大成就 还是要专精 还是要专 唯有专精才能够有伟大的成就 所以我们要专精 那我们要专精 我们要专精 我们要专精 那我们要专精 专精 就是对治 散乱 使我们的精神意志 能够激动 这个是成功的秘语 第六文是智慧 大成精神的大成精神 大成精神 大成精神常讲的薄弱 薄弱是凡于翻成中国 是智慧的意思 那么薄弱 他不把它翻成智慧 保留着原因 这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呢 尊重不凡 古来的第一个翻经的法词 用英语 然后再加以助勤 以后已经的大德呢 那么多元这个利 尊重这个 那么第二个意思 怕我们一般世人 对于这个名词 产生了不惠 因为他这个地方讲的智慧 是真智慧 不是我们世间人 常讲的聪明智慧 世间人这个聪明智慧 佛法里讲的叫做 是知辩聪 是知辩聪 不是智慧 有这么一点差别 为什么呢 这个世之辩聪 是从意识里面生出来的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 从我们的思维 从我们的思维 研究 推论 心进心 心进心 不需要思考 不需要研究 不需要推断 自然明了 一结束 一结束 就通达 就明了 这叫做智慧 整个佛法所求的 就是求智慧 因为智慧是从定当中来的 那么定在佛法修学里面呢 就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环了 这个是因界得定的 因定开会 所以定是佛法修学的书女 最重要的一环了 最重要的一环 这个慧的修学 有一两种 一种是从定里面生出来的 这个是纯正的一个方法 正修 另外呢 是从读生读送 也是一个途径 所以古文德教给我们 一方面修订呢 一方面读送大乘经典 两个方法同时用 从前我在李老师会下的时候 他老师也告诉我 我们用念佛的方法修订 在研究经典的方法 帮助开会 他老师也举个比喻 就是说你单独修订了 要开会啊 需要十年的时间 如果同时一方面去研究大乘经论 可以把开会的时间提前到五年六年 就能得到 那么这也是佛家常讲的正诸双修 是以修订为正修 以这个读送大乘为作修 读送大乘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呢 完全读送 根本呢 不求解义 不求这个经怎么讲法 不要去研究它 就是一味的读送 像有很多人念法华经 这个在中国 在日本 在韩国 这些地区 都法华经的人特别多 那是个很好的方法 因为法华的分量啊 非常适重 一天念一步 大概需要五个小时 这五个小时 心地很清静 就修订了 一天能修五个小时的订 很难得啊 决定不能够研究 一面读一面研究 这什么意思 那就完全破坏了 那不是修订了 那我们的这个目标 就到不到了 所以读间是修订的一种方法 这个主要想的 如果研究呢 另外找一个世界 你可以去思考它 或者看古今这些大德门的注解 作为自己研究的参考资料 这也很好 这个也行 但是主要想的 一定要以读经修订为主 那就对了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你这个今的注解 注俗再熟 讲得天花乱坠 依旧智慧不能开 你所得到的是 是视之变从 不是真知智慧 真知智慧一定从定中得到 所以那才叫真正有悟处 会开悟 所以不是你看到都会开悟 不是的 是你心清静的会开悟 那么这个六种 是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待人借我修学的纲领 也就是依这个为修行的标准 以不识对致坚贪 以持戒对致物业 不造物业 一人如对致嗔恨 以精进对致懈怠 以禅定对致散乱 心散乱 以薄弱对致愚痴 所以他叫做六度 度什么呢 就是度我们这些毛病 是度这个的 可见得他这个六大纲领 不是度别人 纯粹是度自己 这个贪嗔痴 这个六种 是我们的病 病根 师尊教我们这六种方法是药 我们用这副药 来对致我们的毛病 那么这个叫做真正的修行 作为师功夫用得得利呢 如乏呢 就是药到病除啊 这六条 大臣经典里面讲的非常之多 说得最详细的 是大制度论 大制度论里面 那是有很大的篇幅 因为他论也大 他有一百元 用了很大的篇幅 来为我们说明 另外像《华严经》里面 也说了很多很多 《华严经》 这个单单讲布施 差不多就讲了 讲近一半钟 《财布施》里头 有外财 有内财 内财就是身体 头目脑子也都可以布施了 所以讲得非常的详细 同学们如果要多知道一些呢 还有就是江卫龙居士 《金刚经》讲义 周指安居士的《心经全著》 那个里面也收集了不少经论 对这一方面的开始 这是很值得我们初学人做参考的 这个江卫龙居士的讲义 跟周指安的《心经全著》 分量都相当之大 我们初学的人呢 可以把它当作佛学常识来看 那么对于大小城的名词说语 解释的特别的详尽 这个是想深入境藏啊 那的确帮很大的忙 帮助我们研究佛法 研究佛法首先对于法相名词要熟悉 要知道的透彻 然后读一切经典 这个疑惑就少了 自然就会懂得了 经里面所说的意思 今天就讲到此地 今晚期待 这是稍色的 继续 4点 4点 2点 2点 4点 4点